欢迎收睇淘解财经 财经界经常风起云涌 公司要生存下来都不容易 在难关的时候就需要靠朋友 风光的时候都要防敌人 今集我们会讲一下一些 与财经界有关的正邪角色 公司生意又起又落 一旦生意不好 公司又债务潜身 很容易就会毅毅负 随时破产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投资者愿意出手拯救 向公司注入资金 这个投资者市场就会叫他做白武士 用白武士来称呼拯救有危难公司的人 据说是因为西方的历史或者文学 都喜欢将白武士塑造成为英雄 而在国际象棋上高 也都有武士这只棋 通常白色的棋 就代表正义的一方去挑战黑暗势力 而白武士很多时都是透过 用现金或者交换股份的方式 去应救受财困影响公司的股份 来向那间公司注入新的资金 举个例子 第一 美国车厂Gaisera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 09年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准备走上破产之路 最终 意大利车厂Faiye 成功以白武士的姿态 向Gaisera注入资金 令到对方起死回生 经过了几年来 逐步地增持对方的股份 Faiye最终还买断Gaisera 在2014年两间公司全面合并 还有一种情况 公司都要找白武士 就是被人敌意收购 所谓敌意收购 其实只有投资者 未得到目标公司董事会的同意下 大量买入对方的股份 希望拿到对方的控制权 这个时候 公司就会寻求一些友好 希望他们给钱入股公司 令自己的股价提高 既可以增加敌方买入股份的成本 也都减低对方 拿到控制权的机会 希望这样做可以赶走敌人 据一个香港的经典例子 是渣打银行1986年陷入财困 英国莱斯银行试图敌意收购渣打 渣打就找来富商邱德伯 以及船王鲍玉刚等人做白武士 买入渣打的股份 最终莱斯收购失败 而优德伯这个新加坡前首富死了之后 他的后人在06年 将他手上超过一成的渣打股份 卖给新加坡政府的淡玛石基金 这个也是淡玛石成为了渣打大股东的有来 现在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都想创业 想开餐厅 想设计一个全球热爆的手机APP 大家生意想头就多多了 但最缺乏的就是开始一门生意的资金 要找到水喉不容易 因为年轻人的资产不多 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担保 去说服银行借钱给你 没有钱 这些生意想头就只能够付诸流水 不过又不用太灰心 如果你的创业计划够吸引 财经界有一个正义角色 叫做天市投资者 他可能会帮到你 所谓天市投资者 是指那个直接投资初创企业的投资者 他们觉得某一个创业计划可行 有发展的潜力 就会注资入那间公司 天市可以逐步分几次注资入公司 一次过注资也都可以 通常天市投资者 可以透过注资获得那间新公司的股票 又或者可以在将来换成股票的债券 不过一般来说 这些天市投资者 未必很紧张短期的回报 因为他们本身自己已经很有钱 他们投资格 通常都是他自己比较熟悉的企业家 以及他比较熟的行业 天市投资者选的企业家 最重要的是合嘴型 理念配合 同样都是投资初创企业 有另一类比较于着重要赚取回报的人 叫做创投投资者 他们通常眼光很锐利 将资金投放在很多不同的项目 他们的策略是 预了大部分的投资项目都未必有回报 但只要选中了一两个项目 能够成功突围而出 还可以上市 这些项目的回报 就已经足以彌補到其他失败项目的损失 并且还有大把利润 财经界当然都有不受欢迎的角色 好像我旁边的金融大鳄 可以说是投资者 特别是小散户最怕的人物 大鳄通常在金融市场资金红厚 可以透过在市场上大手买卖 来影响市场价格 甚至操控市场来达到赚钱的目的 而好像羊群那样 盲目跟风的散户 通常就很容易会成为大鳄的点心 他们投资的钱 就会落入大鳄的银包里面 根据港交所的资料 香港的股票市场以大户为主 大约有六成都是机构投资者 即是基金、银行或公司 而本地散户大约是占两成 当然不是所有大户都是大鳄 但这个比例 发映了散户在市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香港人最深刻的金融大鳄 应该是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包括了索罗斯在内的对冲基金 先后追击多个亚洲国家 令到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 他们最终来到实行联系汇率的香港 透过大量沽空港元 希望逼港元贬值 然后获利 他们不断沽空港元 令到港元短期供应紧张 连拆息都被扯高 隔夜拆息最劲的时候 升至接近300厘 即时震散股市 令到港股暴跌 大鳄还预先沽空港股 所以大赚到一筆 但有货的散户就严重选手了 最终政府史无前例 动用近1200亿的外汇基金 买股票来救市 令到大鳄的股票淡仓输钱 大鳄期后才停止追击 不想那么容易成为大鳄的点心 散户什么时候都应该做多些功课 对股市认识更多都会安全一点 今集就讲到这里 下集再见